好来看到庆祝花莲港开放国际商港60周年 花莲港物分公司与创世基金会将在9月2号举办 花莲好港琴工艺园游会 当天除了有许多摊位市集 还有趣味闯关的游戏 广邀各界到花莲港区来参加 用行动支持创世花莲分会 到植物人宅配服务的爱心任务 庆祝花莲港开放国际商港60周年 花莲港物分公司9月2号要在清水油漆区 举办花莲好港琴工艺园游会 邀请大家到港区来参观游玩 因为我们花莲港在52年的9月1号 那时候就成为国际商港 到今年也刚好60周年了 我们想说60是一个值得纪念 也值得庆祝的一个日子 那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 就有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然后7、8月的时候 我们也办了市场的那个 亲子夏令营 也带领小朋友啊 然后来认识我们的港口 然后也亲近海洋 然后到9月 也就是下个月 跟创世基金会这边就办一个公益园游会这样 然后借这个机会 然后帮创世 然后募集更多的爱心 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这场园游会的贩卖所得将捐给创世基金会花莲分会 作为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这一次也很感谢 就是有众多的协办单位 一起来参与支持这一次的活动 对除了就是经费上的一些支持上面 他们也协助推动原油券 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一起来认购原油券 一起参与这场活动 对那透过原油会的一个消费 就是我们也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一个植物人的一个服务经费 对那一张原油券 其实一张原油券100块 相当于就是植物人的一天所需 大概十片尿布的一个经费 对所以非常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跟帮忙 花莲好港琴公益原油会 除了是花莲港务分公司主办 还包括了花莲邮局 以及花莲在地四大房仲业者共同响应 同时也连结了许多社区 企业社团共同涉滩 除了意卖原油券 还有现场摸彩拿大奖等活动 欢迎民众9月2号到 花莲港清水油气区来同乐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